据多家澳大利亚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3月31日上午 一架载油5人的直升机在 墨尔本市中心的蝙蝠侠公园起飞 于周四上午9点过后不久 在维多利亚州 移出名叫施旺山的地区消失 随后被确认坠毁 当地官方迅速展开搜救工作 但不幸的是 机上5人已全部遇难 根据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城报等媒体 机上的遇难人员中 包括一名73岁的澳大利亚 知名肉企的老板 此人名叫Paul Troja 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肉企 Redford's里的董事长 该公司是一家屠宰厂和肉类加工厂 该公司的官网显示此人在 澳大利亚这一行业从业多年 早在1969年时就已入行 另外 在他遇难前一天 这个四个孩子的父亲的第五个孙女 刚刚出生 Troja先生曾在澳大利亚 肉类行业担任多个职位 包括Riverstone肉类 Rockdale牛肉有限公司 和Felix Domas有限公司 其他遇难者包括创办了 X-Can公司德 50岁的女商人 琳达 伍德福德 Linda Woodford 飞行员迪恩 尼尔 丁尼尔 和来自新州的一名59岁 第男子和一名70岁男子 在社交网站上 由于直升机坠毁的地点 失望山的名字比较特殊 结果不少网民也在对此发表感慨 称这座山的名称就像这起事故一样 让人失望 有人还介绍说 这个山的名字的由来 称当年发现这座山的探索者在登山 前本希望能在山顶 遥望当地的海湾 结果发现根本看不到 于是便给这座山起名 失望山 据报道 追击地点地是崎区 第一批救援人员受阻 直升机失踪两小时后 才发现残骸 这片森林是如此的茂密 以至于在周四下午3点45分左右 需要用推土机 才能进入布莱尔小屋附近的场地 随后 专家们被调到坠机现场 寻找并确认遇难者的身份 航空专家在周五早上 天一亮就赶往现场 试图发现哪里出了问题 尽管预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能需要数月才能确定失事原因 英国卫报澳大利亚版介绍说 这起五人死亡的直升机空难 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轴子 2017年2月以来最知名的一起